坐在保麗龍板中慢慢游回港邊 雖然中台太力路徑偏北 那也意味著基隆北海岸 將會面臨的威脅不小 因此深澳漁港的船隻 趕緊用繩索固定在港中間 避免風浪過大 讓船隻跟港邊不斷碰撞 漁民連忙啟動防台準備 那也是因為太力颱風還是有增強的可能 氣象局表示 太力有機會以中台上限的強度 往台灣北部海面移動 最快將會在13號清晨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距離颱風比較靠近的包含北部 東北部風雨的現場會特別明顯 雨量的量子會持續的累積上來 其他的地區也會有降雨的情況出現 氣象局預估 週三的下半天到週四的白天 是太力颱風最接近台灣的時候 各地都會出現震雨 尤其以淫風面的北部跟東北部地區 風雨更是明顯 民眾務必要做好防台 小心戒備